17岁的业余模特以为找到一份拍摄广告的工作 在一步一步博取她的信任后 要求受害者提供四张裸照 她今天与另外一位差点被骗的女子一起召开记者会 说出事发经过 照片其实都很正常 就是需要我的close out full body, half body, side,还有back的照片 然后我就send给她 然后晚上说她跟我讲 我被slended了 然后她就讲明天会弄一个profile这样子给client 然后到另外一天晚上 她就request我讲 你要传迅速的照片拍照给她 这样我也拍给她 然后她就传着迅速这样子 之后她再request就是 我要那个那个的照片 然后她为什么要那个的照片来讲 因为有一些angle 你传迅速就看不到 所以需要你拍那个的照片 然后她就send了几张那个的照片给我 至于那个女生是谁 我是不知道因为没有看到脸 但是我相信她也是其中一个受害者 然后我看到了 然后我看到了 我之前我也是 不是很想send给她 可是到之后她就send一个confirmation 呃 是mlmode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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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也看到 因为我知道这个model model 所以我就send给她 这样子 之后第二天是sending day 呃 早上的时候她还要我send 呃 那个照片 但是 我已经没有send给她了 然后 我到sending的 那个时候我到了 那个hotel 到那个sending的地点 我打给她是联络不到她 那位女士组也面对类似情况 不过她没有受骗 为什么我要send这个呢 我拍的是begini 我不是拍new的 然后 她就说 因为有些angle 拍不到 所以需要你这种照片 来写下去 我就 我就 要打听 我就打听她给她咯 然后她就不接 她说她 在一个很潮的地方 所以不能接电话 我就 我就告诉她 我不会send的 这样你还需要我做你的工作 然后她就 从两人的口中得知 诈骗者都是一步一步 慢慢取得受害者信任 在要求他们传送裸照 而他们的通话 都是通过通讯软帖 至于受害者口中的 模特儿中介公司 公司负责人 今天也到记者会现场 她表示公司秘密被人利用 希望外界小心 此外 由于诈骗者熟悉模特儿界的用语 因此相信她是圈内人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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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